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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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是我开始卖一些蛋糕的话 可能可以叫奶油 可以 我的皮肤不错 可以变得奶油 皮肤不错 可以 皮肤不错 卖相超好 而且应该很多粉丝会在外面排队 不知道疫情的时候 驴油油有没有受影响 有啊 当然就是说古典音乐是有部分的教育部分 所以就是要线上课 就叫售票型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国家也非常非常的积极 积极来推售票型的线上音乐会啊 然后去年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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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就推出一系列的补入 希望 希望音乐家去面对这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好积极啊 所以 当然我那个时候演出是停摆嘛 但是就是说可以录一个专辑 然后还好就是说授课方面还可以继续 那当然就是说年底的时候开放之后 整个挤在一堆 也演得很过瘾 就是说 报复性工作 大家现在要报复性工作 所以我深深感觉这个台湾人爱乐 只是要那个努力多消的爱乐 哎呀 真是话题若倒向那边 我怕我们也会有满满满满的苦水 这个好啊 这个人家才够名啊 爱 至少是爱乐啦 至少爱乐 今天大家开头听到的这一个曲子呢 一定会觉得耳熟能详展览会之话 呃 其实这个作品也是我们即将要跟这个呃 呃 吕游游跟超伦还有呃 这个我们的基本班底啦 我们的那个那个长坤面包 还有我 然后还有那个肉桂犬 小王 对 还有小王 就其实呃 呃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会突然暴增这么多人 其实真的都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演出 如果你们有看到那个YouTube的荧幕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呃 呃 这像叫什么啊 海报 小海报 库卡 对 小海报 好 那其实呃 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很多的演出都受了影响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我刚刚听到的是呃 呃 这个呃 呃 超伦讲说 线上售票音乐后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跟观众朋友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呃 呃 这个演出的特别在哪里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是暑假我们要做的一个 在华山亲子表异节的一个 整个跨域的演出 然后这一次跨域的演出 我们先从就展览会之后 我们先从这个作品衍生出来 我们会连结到绘画 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音乐嘛 然后它又新编 又连结到绘画 然后再连结到剧场 然后呃 这三者的连结到最后怎么连结 我觉得我们呃 也可以来聊一聊 那不好意思 我还是想要跳回去 刚刚讲的就是 线上音乐会售票这件事 我想要知道两个音乐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呃 呃 超过面包算很早很早就开始在拍 线上的这个 这个 课程 对课程嘛 那他也在节目上聊过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 那在在线上音乐 这个售票音乐 您个人觉得就是 行得通吗 以及这个未来如果疫情结束之后 你还会愿意继续做这件事情吗 呂又又 我吗 哦 第一个就是线上音乐会 它不是新的东西 但是古典音乐是啦 我是说 流行业是 已经 好 已经日本的 韩国团啊 然后台湾的五月田啊 都办不过 但是流行业是说 因为他的观众量很大 嗯 而且是全球华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办 那个 线上音乐会可以是售票的 可以卖到 比他们一般的 那个 场馆的座位席还要多 对不对 所以他们赚更多 或是说 啊 完全免费 算是一个回馈粉丝 那古典音乐就是说 大部分我们在YouTube看的 都是免费的 因为就是 因为 国外也 我问一下国外的朋友 他们就是 他们通常是免费post 但是基本上是有赞助的 就是 他们的演出费都给他赞助好了 是 那这个节目 来我们给全世界免费看 也就是说 已经有人出钱了 因为 音乐家要赚钱 对不对 你比如说一天到晚 线上免费 那 那怎么赚钱 所以 国外是已经 他们 都已经拿到钱了 然后免费给全世界 分享看吧 但 有的是 那台湾这个时候 脑心动很快就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付费的机制 那付费的机制就牵扯到 我觉得是两个 主要两个吧 一个就是说 是哪一种音乐 比如说 古典音乐 那 人数少 那就是一个 比较单纯的一个 我们听音乐会 的角度 还是说 比如说音乐剧 那你要很大的 很多 对 很多镜头 你需要去 拍 有点像拍电影 一样拍给人家看 那就更复杂了 对不对 那你就需要 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 准备工作 还有团队 所以 就是说 那 因为我 我的是三重重嘛 所以 用一个四肌 这样拍拍 剪接 那音质好 那看的人 反应是很好 那就是说 票房怎么样呢 票房就是说 一般民众 能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方式 那 也就是说 他想听你演出 但是听不到 因为现在疫情被禁止 那他们愿不愿意 花个 一些钱几百块 然后 可以在线上看到你 好好录下来的演出 那就是要看那个 风气怎么样 那感觉去年国家是 希望推这样子 那 我们 一般人 当然是 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经验 是第一次 我是觉得 票房 我们卖了一百多张啦 一百多张 没有这样 对 一层 对 这样子 这个系列里面最多的 但是 当然听起来不多 只不过呢 就是可以 我有越南跟日本 还有美国的 听众 当然 都是认识 当然就是说 我有一些喜欢听我们音乐会的人 他在台湾 还有办法 就是付个几百块 然后听到我们演出 他们就很开心啦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 比较自在 你可以边吃 边吃冰淇淋 边听 而且听 通常你可以设定 你可以 就是 无限播放 几天嘛 我们只设定三天 就是说 你要是 你付费 你会拿到 email 会收到一个password 那用那个password 就可以进这个网站看 那 可以看个三天 有 有些人很喜欢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东西之后 引语录起来嘛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宣传的 的途径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一直无限的被运用了 就是说 你今天过了六个月 啊 疫情又来了 那我们再办一次 那有 这是要有这个 有个平台 就是你要播放 还有一个虚拟票券 跟 跟播放的一个平台以外 再来就是金流 比如说人家刷卡 那国外可能用paypal 然后 很多 就会有很多问题会出现 所以呢 比如说日本那边就 他们没法用一般信用卡 他们用paypal 可是 欧美人比较 习惯用paypal 那日本 日本这边的 不习惯 那就要去学 所以 所以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 就是你那个 你的金流啊 刷卡 还有付费的方式 需要 嗯 需要很清楚以外 还要 要给人家 有一点信任度啦 因为他有时候根本不知道 他如果不确定 他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有时候不敢花钱 怕会遇到那种网路的就是 对 他怕这样诈骗 但有的时候你遇到这样子 对 那你又认识的话 你可以说 你会给 我帮你刷 对 我帮你付啦 那你再会给我 你就可以帮忙 对 对 对啦 对 那 当然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 你也可以办实体的 然后录起来 再办数位的 你可以实体跟 线上都办 如果你这个东西 本来就要录起来 那录起来的话 因为会比较简单 他可以做直播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场 可能是你需要去 之后可能需要 比较多时间去后制嘛 那你就不要同一时间 比如说你先办一个 你先办现场的 然后把录起来的东西 再隔几天的时候 弄一弄之后 反正你已经有了嘛 那你就 对 你就 就卖线上嘛 对 线上就 线上也 别人也不晓得 你卖得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你票房的话 你要看出来 那票 你在动 那一定不好看 我不想买 不想看 他们不知道 但是主办的人 他都知道谁 他都知道谁 要来 谁付款 他的一些都清楚 比以前可能 买票还不晓得 就是现在大家 线上刷卡 对主办人会知道 你不是说你要来吗 怎么还没有刷卡 还没有刷卡 签到的概念 也可以变成一个礼物 就是说我今天买十张 我送人 当作一个礼物啊 对不对 那就据说日本那边 古典的主要还是这样子 就是说有线上约会也可以买 可是通常就是有人会包下来 那你要让一般民众都接受的话 就是要有这个风气 那我觉得至少去年政府 他希望成行 那他们也补助 也补助很多团体哦 对那他们 对有专门补助线上的 那其实他们两个都可以做嘛 你只要有 你看 反正线上很简单啦 就是你要录好了 你要录好了 他就 因为补助款就在那里 你先要拿到嘛 所以说 实体的没法办 那就你就办给线上 因为那个补助款可能 因为我们古典要录古典的 成本比较低 成本比较低 因为我们 我们就可能 录影音啊 我们录影音的成本比较低 我们就 一个录影室坐下来 好你架个两机三机 开录 那很少的钱就可以 对对你的录影室就是 我们 我找的就是 不是那种录像页录影室很小 就是他要有一个一定的尺寸 甚至还有三尾Piano啊 就是说 要打个灯啊 这样子就是 就是 算一个友情家 其实很便宜就可以做起来了 那长坤面包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项目 改那么复杂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说 你现在好好 好好说说 我们这个作品 还有肉粿 哎对我觉得你们是很好 很好吃 很好吃 那我是挂山一号 那我负责吃 你负责提供空间 我负责提供空间 没有我负责帮你们招待 帮你们招待来宾 奶油小生 对啊为什么 人家好好的音乐会不好好做 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剧场找进去呢 为什么你要把花花找进去呢 我觉得我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 从我们本来八月就要演完 这个东西 然后到现在我们正式进入 算是黄金制作期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我有 一些以前没有过的经验 然后我现在有学到这个经验 第一个就是 那个光沙昂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像比如说 我们在办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对于要办一场 现场制作的成本考量 跟好像在剧场开始 要办一场制作的成本考量的 出发点其实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要搭配剧场 因为有的时候 我常会觉得说 一场一个音乐会 以现在的人参与艺文的环境来说 你现在请人家去听一场 单纯的听一场音乐会 然后 again就是我的问题永远是 这些人回到家了之后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想 他们今天听完这场音乐会在想 第一个 有可能是他们听完了是 我跟吕超伦好麻吉 我跟郭久安好麻吉 所以呢 我今天听完他们音乐会之后 我觉得就是我心里面充满了满足 因为我看了我的朋友的演出 然后我觉得我朋友演得非常好 这是其中一种 但我的衣服 如果今天来听你的观众 是不认识你的观众 然后再不认识你的观众 听完音乐会之后 他们回到家 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如何的发酵 或是如何的沉淀 这个我常常在思考 那我觉得以现在大家普遍来说 一般社会大众对于接触艺文来讲 如果只是单纯一种听觉的享受 或是如果只是单纯一种视觉享受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够 好像有一点点缺了什么东西 的那种感觉 那我思考的点就是 如果今天比如说像我认识你们 挂山一号就是在剧场街市 都在做很有深度的事情 然后都希望是可以把 很所谓的美感的 艺术里面的美感东西播出来 而不是只是 always只有商业考量的团体的话 大部分都在商业考量 然后我身边的音乐家们 也都是都是在做 不是单单纯纯 只是以上业考量 在做一文一文视野的人 如果这些人我们全部都放在一起 然后去营造出一个 或是创造出一个 我认为的全整体艺术的一种表演 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我在这一场制作的 一开始Original的发想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时间 也是有思考说 小王是在灯光设计界 现在就是全台湾也是最有名的灯光设计师 那灯光设计是可以很艺术的 是可以放很多很多艺术层面 在里面的一个产业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如果我今天也邀请 在这个制作里面 也邀请了小王加入 那我们可以做出什么 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发想都是这个 但当然万万没想到 也不是说万万没想到 就我有心理准备 可是那个心理准备还是有点 在超出我的心理准备的落差 就是说哇 为什么突然间会有一个这么复杂的 在我们黄金制作期的时候 突然间觉得 好像很多细节都需要被take care 然后很多细节都是 都是比我想象的细节 还要在更细节的状况发生 展览绘绘绘绘织化音乐绘画剧场 在1月28 29 30 华山1914文创园区的 污霉剧院要上演 它是透过剧场的形式 结合了现场的音乐演奏 古典乐 以及重新在新编的 湛南辉之化这个主题音乐 再加上我们有知名的 一位金钟演员 廖怡琳的加入 与四位音乐家 其中两位今天就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先揭露一下 常规面包本名 顾君豪 吕超伦 跟郑仁轩 仁轩老师是钢琴 超伦老师是这个大提琴 还有大提琴 对 然后君豪老师是这个 在这样子的结合下 然后再结合现场绘画 然后再结合绘本插画 我们之后也会邀请 这个演出的插画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 也是刚刚那个 这个常规面包说的 我们把整个剧场的团队 跟这个音乐的部分 做一个相当大的结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来听一段 这个在排练的时候 他们音乐家录制的这个片段 然后我们稍后回来 中文字幕开中文字幕开中文字幕请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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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 祈祷 祈祷 祈祷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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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 祈祷祷祷祷祷 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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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好朋友 所以穆索斯基就去看了这个画 那他贴出来的画 很多都是未完成的 比如说他是那种手绘 可能铅笔绘稿 然后还在发想中的一些片段 可能角色 就是一些人物 或是甚至里面 还有那个小鸡 那个蛋壳长出脚 然后小鸡 他取名为小鸡的这样子的话 那他回头的时候 他回家的时候 因为他非常地思念他的朋友 所以他在两个月内 他就写出了这样子的主曲 刚刚君豪讲 在这些画跟画之间 比如说他现在看到 假设他看到是一个 好像有吵架的感觉 他就写了一个吵架的旋律 他看到那个 比如说 那个花园的感觉 他写了一个花园的旋律 但是他自己 用漫步这个概念 就是在穿插在这个画展当中 他自己漫步在看 这些展的心境 这种心情 把用 变成是主题 把它贯穿出来 所以当初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idea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是 像死亡 这个议题 在对话 那我就在想了 他如果是亲子的音乐会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教 小朋友怎么样道别 我们自己其实大人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情绪 沟通的障碍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 你知道因为3C产品 就是通讯越来越发达 可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好像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顺遂 反正我们有时候会怀念起 以前没有简讯 然后没有line 没有whatsapp的这个生活 我们写写信啊 写email啊 然后还会约见面聊聊天 就我觉得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到 都很真诚的深刻 可是当现在 我们沟通的 这个频率变多了之后 烦恼随之而来增加 然后好像都来不及 去消化这些东西 又或者是说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绪的管理 或是我们认识自己这一块 好像都没有一个 很好的这个教育啦 应该这样说 包含大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不管你看 你亲人的逝去 情感的逝去 还有你 比如说你跟过去的自己道别 你想要 你遇到 生活上的困难难题等等 这些需要断舍离的这些过程 我们都很痛苦 甚至会回避 然后不去谈 然后因为你带来这些痛苦 再跟别人去互动 你就会产生更多的冲突跟矛盾 所以我觉得 我们没有好好的交汇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断舍离 你怎么去处理这一块 你怎么去 say goodbye to your past 就是跟你的过去道别 跟你已经离开你的人道别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死亡的议题 我带出来是一个 好 那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来 来道别 那我自己 当然我不是智商师 我也不是 不是什么心理学家 但是我觉得在 我觉得多年的创作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艺术是一个很好 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方式 而且它应该被普及 它不应该被放在一个 高塔上面 好像是你要进到学院的高塔 这是属于你们高塔上的人的事物 我觉得应该 生活当中应该就要被普及 所以我们都有 我包含我自己 就是都也有一段 就是说 因为刚刚 不要说学成啊 我就说刚毕业那时候 你就带着一种梦想 你觉得要做到怎么样的高度 可是其实慢慢你就会发现 你要养你的观众 你要让观众理解你 这个艺术其实跟你很近 你也可以来创作 你也可以知道说生活 有某一些moment 你可以透过创造创作 来疗愈你自己 或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趣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手作 很多的涂鸦绘画 然后甚至你看台湾是 其实台湾是有创意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创意要怎么样 能够被量饭去 去变成有个付费 然后可以有有有钻头 简单来说 就是它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 可以变成是有饭吃的事情 是本本质里面 我们大部分人是不接受这一块 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我花钱买一件衣服 买一幅画 我看到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 可是我花钱去享受一个音乐会 享受一场戏 这件事情大家是迟疑的 那就表示说 我们自己对于创造力这一块 其实是那个 不够接受它 你自己没有接受你自己的创意 我如果知道 我可以很能够 很能够有创造力的话 我对别人做这件事情 我会同理 你这个消费付费的机制 我觉得它就会更落实 它就不会觉得说 看戏要习惯免钱 这样 所以拉回来 我觉得在这两个条件下 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故事 就是 这个有一个小女孩 她被困住了 我不知道她被困住什么 我就带这个困住的议题 我直接跟演员也工作 我说一个小女孩 她被困住 然后困住之后 她不知道怎么出来 所以她把自己封闭起来 可是经由画画这件事情 她重新打开自己 跟这个世界重新接轨 她就很简单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也会 遇到类似的这个阻碍 那为什么说小女孩 是因为 她是个 演员是个成年女性 可是她的反应 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 我们的台语说 很爱叮这样子 心情不好就很爱叮 拒绝大家 她就是一个 内在小孩受伤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一个作品是一个 疗愈你内在小孩的一条路 只是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 它是透过音乐 带出来这个整个过程 所以我这样剧头 这样还可以吗 但是我觉得非常 很好玩的地方 就在于 因为当初 穆索斯基他 在创作这个曲子的时候 他是透过 他好朋友的画作 他看了画作之后 他曾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还写信给了另外一个评论家 他说我每天晚上都不能睡 因为他的朋友的这个画作 给他太大的刺激跟灵感 他感觉那些画作里面的符号 都化成音符 在他脑海里面冲来撞去 所以他得要快点 把他的创作写出来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创作 非常有趣 就是成棍面包 他也找了一个台湾的插画家 然后回去听音乐 然后再从这些音乐 再画出这些画来 然后找了编导 就是那个挂山一号 然后再也是听了音乐 然后就是如你们刚刚所听到 就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 一个小女孩 在从透过绘画 把自己困起来 然后透过绘画 再重新把自己reopen 就是再重新打开 面对这个 拥抱这个世界的故事 但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为 呃我们 我也是这一次 我才知道说 其实展览会之画 一开始只是一个钢琴主曲 因为以前在国中的音乐课本里面 我们听到的就是管弦乐的录音嘛 对 然后再去查才知道说 哦原来最有名的是那个拉威尔 就是写出玻璃录族曲的 这个拉威尔这位人师 他创造的版本是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 最常听到的 的展览会之画的版本 但是呃 当我听到长柜面包说 我们来做三重奏的时候 我就想 嗯三重奏 那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用三重奏来演 然后 我又再去查了一下 然后大部分三重奏呢 要嘛就是 全部都是弦乐 要嘛就是弦乐配钢琴 但我们这次很不一样哦 我们就是 一把saxphone 一把钢琴 一把大提琴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唱个面包 好啊 我来解释一下 那不会很奇怪吗 呃 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好了 就是说 当然刚刚洛贵群提到的 我觉得这一场制作里面 第一 其中一个有趣的part也是 呃原本展览会之画 它是一个由画作发想的音乐 但是我们这一场制作 其实是由音乐 在recreate 所有其他的艺术元素 所以我就是 其实对这件事情 也蛮到此的一种 很期待的原本 就是一种很期待的心态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再把音乐放出来 而且我告诉大家说 哎你们就是从音乐 去听音乐 听完音乐之后 你们看看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这种recreate的过程里面 它会不会再给这个曲子灌输一些新的养分 或是新的刺激在里面 好 那嗯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蛮不错的 像我们最近这几次进排练场 跟跟演员排练 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火花蛮好玩的 确实是蛮好玩的 所以也蛮期待到说 我们演出的时候 音乐家跟演员在这个表演里面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 因为这个张蓝会之后 原本它其实是一个连篇族曲 就是大家 其实台湾人可能比较不太熟的 就是张蓝会之后 它原本只是钢琴读咒曲而已 它是一个钢琴读咒曲 是一个半个小时的钢琴读咒曲 然后后来是因为 法国作曲家拉威尔 他听了这个钢琴读咒曲 之后呢 他把它用 它的最擅长的管轩乐法的配置 把它配成了一个管轩乐团的版本 而大部分的人 对于这个曲的认识 都是在管轩乐团的版本上面 但实际上这个曲子 并不是拉威尔写的 拉威尔只是把它配器而已 变成一个管轩乐团的典子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曲子 实际上是你可以把它 变成各种形式的 的方式演出 你可以是 只有钢琴演 最original的方式 你也可以是只有 两个乐器的 或甚至你可以有五个乐器的 或是有七个乐器 八个乐器的 随便就是它其实是可以 再进行改编 或再进行再造的 一个作品这样 那说到三重奏好了 大家对于钢琴三重奏编制 也是都是一种很标准 制式化的 传统的音乐班教育下的 就是钢琴三重奏 就是小大钢 小大钢就是小提琴 大提琴钢琴 小大钢 钢琴三重奏 小大钢 重点要画起来 那个助级会考 我考试 对 乐理考试 钢琴三重奏编制 什么 小大钢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种 就是学术概念 可是因为 因为我其实自己是 做当代音乐 做蛮多的一个人 那其实在当代音乐 里面其实并没有一个 所谓的标准编制 我们可以有一些 传统编制 为什么小大钢 会一直被作学家使用 是因为他们觉得小提琴配大提琴 再配个钢琴的平衡 是最容易做出来的 效果是最丰富的 我们有高音的声部 我们有低音的声部 我们有钢琴 可以在中间搭配 丰富的和声 所以自古以来 从巴洛克时期已降 从古典音乐 古典时期 大家所熟知 莫扎特时期开始 小大钢就已经变成是一种 主流性的三重奏的写法 对于作学家来说 比如说弦乐四重奏 是一种主流性的做法 可是因为二十一世纪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开始 就是所有的乐器 都已经被改良的蛮好 而且有很多的作曲家 他们不希望再去听到 一些很传统的声响 所以你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 很多作者就在尝试说 OK我要写一个三重奏 或是我要写一个五重奏 或是要写一个七重奏 可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些 非标准型的乐器配器 来试试看 这样子 那萨充跟大体型 跟钢琴的这个组合呢 说实话蛮少人做的 最近两三年 我发现国外也有一些团体 在尝试做这样子的组合 可是我也必须讲 我从认识超人开始 我们就在做这个组合 我们在这个组合里面 其实已经尝试很多曲目 尝试很多的演出 然后eventually我们觉得 其实效果都还蛮好的 对 所以这次等于我有一点 第一个是我被超人 inspire他的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 因为我跟超人认识了非常久 我们也很多很多次 所以 这样子一脉相承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过来就跟他弄一个 跟任轩跟超人我们 就是长期的这些伙伴们 弄一个三重座的版本 我们的三重座的版本 然后搭配剧场的元素 一起演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组合很棒啊 因为 我们有键盘乐嘛 钢琴 然后大家一起是写乐 那萨克斯丰是什么乐 他是管乐还是属于木管 还是铜管 木管 它是金属做的 它是铜管 它是什么 它是木管 它又是木管 又是铜管 它虽然是 木管 耶 老师我猜这个猜对了 它吹嘴 黄片是木管 可是它本身是金属 所以呢 这个编织就是 木管铜管 弦乐跟键盘乐都有 所以我们拥有了一个交响乐团 是的 而且我们的那个 现场还有电声 它可以支援打击的一部分 打击还有电音 对对对对 那就只差国乐了 没有 下一次要加国乐了怎么样 总监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唢呐出来 气势一定不一样 可以一下 哈哈哈哈 哦那这个 那个那个 那个君豪这边一定就会这样 对对对 两支 就是这种比较非主流的这个跨界合作 才会让我们音乐家或是听众 更加的找到自己 对不对 因为它对新的东西 会新的东西都会有反应嘛 反应的话 你就这个 我觉得这剧团 我刚才仔细看 我发现这个名字很有趣啊 就是因为音乐 艺术就是它有一种内心 对自我观察的这个作用嘛 对不对 那常常就是 如果是一般的管车乐场或是钢琴 那大家都听熟了 那有新的时候 你才会更加的观察 自己怎么去反应这个新的尝试 对 而达到这个目的嘛 对对 当作曲名为找我剧场的时候 他其实我们就说在好像戏剧 帮我取这个名字 其实也是个音乐人 我现在这样链接起来 他是一个唱片制作人 是以前写梁静茹的宁夏 这个作曲家 还有还有什么呢 他写好多那个张青芳的那个 山峰溪水狗狗吹烟那首歌 就是好 反正就李正凡 没有听过 陈淑华 好这很早了 陈淑华梦醒时分的编曲 整张专节编曲 就他李正凡 正凡大哥当初 他就帮我想了一个 这个这样子的团名 他说我觉得你们剧场人 好像寻找人生的最源头 人的最源头 就是最真诚的 最原始的 跟 可能跟你的神性 有连结的那个光辉 那个磨门 然后他说早跟我 刚好又差一撇 所以你少了那一撇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 所以他就取了这个名字 所以也 我觉得有 我们的作品也一直以来都在 都在 好像都在这个轨道上面 就是在 在跟 真正的 不是说 跟 跟最源头的自我做连结 所以其实这个作品最后 我本来 我本来 是想要全场一起画画 在最后一首曲子的时候 全场 含观众 然后含舞台上的演员 带了观众 全场在画画 可是因为 我被告知 我还是要保持防疫距离 所以我只好忍痛 把这个桥段拿掉 但是这中间 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会有安排 让观众 或是 安排画画 这样子的 这个桥段 所以大家 真的吗 而且听说 对 音乐家也要上来画 你不要紧张 我会帮你准备一支笔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感想是 这个 就是这个 project 就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跟你讲的 或是你们讲的 的一些层面 另外就是 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友情 它是在 探讨这个 艺术家 比如说这个画家 他去世之后 他留下来的东西 他在世的时候 带给人什么感觉 他去世之后 带给了 他办画展之后 带给了他的亲友 或是 穆索斯基 什么感觉 然后还可以 跨越 一个比如说 绘画跟音乐 能够做这个 因为是跨越时空的 因为画家已经去世了 他想到他们的友情 串联这个 他们的本身的艺术 然后合作 影响到我们现在 那么久之后 还在为这个曲子 重新的诠释 加入这个 新的画家 还有音乐剧 剧场 还有这个 在台湾 甚至还要 还要包含这个 观众 现场作画 还有电音 我觉得 这样听起来就 哇 很丰富 很有趣 希望 我觉得希望 疫情趋缓之后 我们真的可以 有 有能够带动 整个全场作画 这个 这算是我 我为这个作品 我很想做的事情 不过呢 我们因为 我们还是有 现场作画 大家不要担心 只是我们可能 就不会那么crazy 要让全场的人一起 不过呢 一起进到 对对对 但是还是 还是很有趣 会有很有趣的互动 好 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终于可以 就是 请到 曹罗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 线上 跟大家分享 分享他的想法 然后分享 这个作品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段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 多多跟他聊一聊 那 大家如果对于 演出是有兴趣的 欢迎就是上 OpenTix搜寻 展览会之画 那 它是音乐 绘画剧场 如果你找不到 它在剧场内 它就是在音乐内 因为是一个 很难被归类的 一个演出 那 期待你的道理 如果你到了是 我们的听众的话 别忘了 跟我们打个招呼哦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